很多人都好奇 在這裡明明是個商店 為什麼要叫個胡子苗 其實這也是有原因的 因為最起初 咱開店就是為了做買賣 就是為了掙錢 結果偏偏地 就出現了一種偏差吧 人家正常三十塊錢 進回來一個東西 巫師館把它賣掉 從這種獲利就都成了 在這摩斯桿裡 拿回來很多東西 想起了解一下它 了解它背後的一些文化 了解的事之後 發現這東西是有啥來頭的 或者這東西有什麼樣的稀缺性 這個東西應該就不能賣了 就這樣 一天一天的 點那頭的東西 越贊越多 從這個品種到數量 越來越多了 多到最後 也就 轉不動了 但是很多人有時候 那你把它賣了都對了 有時候又在想 這個東西 想把它賣給一個 動它的 或者了解它的人吧 可能這個東西在這放了十年 那的目的就是為了 讓那一個真正的 屬於這個器物的主人出現 因為在這方面有很多很多的 故事 十幾年前的時候 那有一塊大畫瓶特別大 薄的很薄的很 有多薄 薄的比我點檔不好 可能能略微厚一點 這一個評論哥很喜歡 但是 八年來 把它還沒有賣出期 所以 每一站 就在那會兒一個店 是來回流動的 今天在這 明天在外 每一站結束的時候 我都得把它 單獨地包著 然後回到庫房 南全地放到外 到下一站的時候 我又要單獨地把它包出來 這樣包的至少有八年 突然在這的時候 有一天來了一個大街 你就問問那個畫瓶啥 賣三百元 這款大街什麼 那好 我要了 付了三百塊錢 他說他要出門搬私 拿著不方便 錢一付蓋錢來去 國內兩天 你來去的時候 你告訴我 當年我有一個 跟那一模一樣的 是我從法國買回來的 隨後睡了 就想再買一個 在國內找了很多地方 也沒有見著 沒想到 這個就在我的樓下 我買著了一個 一模一樣的 最關鍵的價格 極其便宜 有時候在想 我的這個店 存在的價值是啥 好像我來說 不是很清楚吧 但是我更希望 在這裡頭 每一個人 都能造到 自己向邀的 那一家東西 這可能 也就是 那所謂 存在的價值吧 時間 從未消失 消失的自私膩窩 所以這個店裡頭 有很多 糾東西 糾舞吧 在最起初 拿它回來的時候 其實你 就是一生意的 絕度器出發 但是我做生意的方式 跟別人不同 這一家東西 我在炫它的時候 做一賞品的時候 受限一個 我得細緩 拿回來以後 這個東西 如果我能賣掉 我能從種獲利 是最後 萬一賣不了 它是我喜歡的 我從來不覺得 忽悔 所以也就慢慢地 驗伸出這麼一個店 周邊有很多很多的朋友 因為這個店在這十三年 這個店做工十幾年 在這十三年來 十三個年頭 上面加了兩台鳳山 就是最好的間鎮 如果這個夏天再開啟的話 它就種點兒 轉了十三年來 很多朋友 都是十來年的朋友 他們都嚮往啥 就是在他心裡煩躁的時候 想在這兒做一做 或者特別搞星的時候 也想在這兒做一做 把他搞星的 降給惡情 有人開玩笑 你就說 胡子 你就是成了知情大戒的 搞星的不搞星的 都願意來跟你說一說 很多人來的時候 就把他們認為好一點的茶葉 拿來大家一塊分享 就包括有人賣這兒笑吃的 拜到這兒 大家一塊兒合著 吃著聊著 由此 別人就給送了個稱號 胡子喵 因為這個地方 有太多的 什麼所謂的規矩 店裡頭在東西很多 拜臉 有很多人說很凌亂 但是在凌亂裡頭 用惡的一些 所謂 一些規矩在裡頭吧 大家到這兒來 覺得很踏實 很舒服 所以 胡子喵 也就是由此形成的 如果你有時間 也歡迎你到 胡子喵裡來坐一坐 喝一杯茶吧 運物集 全部就像傳統文化